HELLO 大家好,我是轟炸机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一直很想跟大家分享的雷射束后保养法 那前阵子因为太忙,然后没时间去打雷射 那一直到了最近比较有空 那因为我这次是要打飞桌雷射 所以它的修复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所以要找一个比较有空的时间去打 然后刚好最近比较有空 然后打完赶快来拍这篇跟大家分享 那因为这次打的是飞桌雷射 它的破坏性比较强 在雷射束后修复方面上 会比一般轻微的雷射来的更要加强 基本上这次的雷射束后保养法 大部分的雷射都适用 像是禁肤啊、卖充光啊 或者是樱花雷射等等的 比较轻微的雷射都适用 不能说全部的雷射都适用 但是大部分都OK 那再来步骤开始前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雷射前有什么要注意的 在雷射前一周要停止擦 有刺激性成分的保养品 像是美白啊或是抗痘啊 这些都不要擦 也不要去角质跟除粉质 只要把保养品换成保湿的就好了 因为有些人擦了这些东西之后 雷射束后会出现反黑或是其他异状出现 不是每个人都会 但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尽量还是不要擦 那这篇呢我会分享这次使用的保养品 当然是有特别挑选过的 在这篇跟大家讲 如果大家不会选择束后保养品的话 可以参考我使用的保养品 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成分单纯 或是低美品牌的保养品会比较安全 如果你不会搭配保养品的话 建议你选择同一个牌子 然后同一个系列 因为这两品牌都把你搭配好 你就不用再烦恼这些 那我先从防晒说起 那防晒我选择这支 艾斯德玛的创新安护清爽防晒乳 SPF50PA三个加 非缩束后前三天 尽量都用清水系列 降低清洁度 所以防晒品尽量都选择透明无色的 它有SPF50PA三个加 我擦完之后出门 只要不是大量流汗 基本上不用特别的补 就不用再让肌肤受到更多的负担 那我选择这支最大的重点 就是它很温和 雷射后擦的时候都安全过关 让我非常的安心 再来是卸妆 那卸妆我选的是 艾斯德玛的高效洁肤卸妆水 假如你在修复期间都没有出门的话 也没有擦防晒的话 就只要用清水洗脸就好了 但是呢 如果你有擦防晒的话 就一定要清洁 这时候就需要用到清洁产品 那这支清洁产品 是我有严格挑选过的 它卸妆的时候非常的轻松 就像是在擦化妆水那样 但其实是在卸妆 原因是它是五项合一的 潔肤卸妆液 它有卸妆、潔肤、化妆水、舒缓、保湿的功能 我都是拿来卸妆跟潔肤 像我现在打飞说不能洗脸 但又要出门跟擦防晒 该怎么办 我回家的时候就会用这支当做截眼瓶使用 那怎么用 等等影片会跟大家说 像我之前车祸的脸受伤 也都是用艾斯德玛的卸妆水 经过了纳饰之后 我真的觉得 这款不管在哪个状态下都可以用 真的是敏感性都可以用的潔肤水 如果你问我最喜欢他们家什么产品的话 第一名一定是这一支 艾斯德玛的结果水 那三款都很好用 就是看自己的状况 然后选择三款的其中一款去用就可以了 那因为它用起来真的是 让我非常的喜欢 所以雷射束后用的话 让我也很安心 再来是清洁洗脸 我选择是这一支MJUTX的 无忧感毛孔静透慕 选择这支当作束后解眼品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支成分很单纯 没有添加很多有的没得的东西 它无添加酒精、矿物油、香料、无色素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简单又保水的结眼品 幸福幸好、温和、清爽、洗后不紧绷 而且带有保湿跟滑顺感 因为它有芦荟精华 可以帮助保湿跟舒缓肌肤 平常洗的时候就很棒了 雷射后也可以用 我觉得如果有现油的产品可以用的话 就不用特别再去花钱买 刚好省一笔 不是很好吗? 清洁完之后就要进入正式的保养 那第一道保养手续 我选择的是这支 艾斯德玛的顺下保湿精华液 打完雷射后的保养品一定要仔细挑选 建议选择保湿且温和又有B5成分的保养品 B5就是维生素B5 它有修复的效果 而且保湿效果强 这样在束后修复会比较快 而且它擦起来不会黏黏门门的 很清爽 吸收度相当的好 在雷射后擦也无负担 当然不一定要在雷射后才能用 平常就能使用了 接下来要擦的就是乳液 那乳液我选的是这一支 艾斯德玛的AI疏炎调理精华乳 听名字好像感觉很厉害 没错 我觉得用过之后还蛮厉害的 这款精华乳是敏感性肤质炎能用的 虽然说它叫精华乳 但是用起来就像乳霜一样 主要是加强深层保湿跟修护滋润用的 前面擦了精华液 后续还是要用乳液或是乳霜锁水 这款擦起来就很温和 锁水度也很棒 我非缩后擦也安全过关 平常也能用 我觉得很适合缺水的肌肤 或是冬天使用 假如你是敏感性肌肤 或是蕾色厚的肌肤 可以考虑这一款 我觉得非常的棒 那在修复期间 每天都要擦的就是这两罐 因为要让皮肤减轻负担 要以最少的保养品 达到最高的效果 那这次有准备加强的保湿面膜 那保湿面膜 我准备的是这一款 艾斯德玛的B5保湿凝胶面膜 那面膜使用的方式 就是在雷射后第四天之后开始使用 选择这款也是因为它有B5的成分 主要加强保湿跟修复 这款凝胶面膜敷后的效果真的很棒 膚质感觉瞬间变好 保湿跟溶嫩度真的有差 摸起来好像是保水又清爽的触感 我敢说它是我今年敷过最好用的凝胶面膜 很清爽又温和 而且很舒服 它的凝胶感觉含水量很高 每一次敷这种凝胶面膜 我很怀疑它有没有真正吸收到 有些敷完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 这款很明显让我感受到很有感 我很后悔之前没有入手它 因为它实在太好用了 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它价位比较高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如果你口袋深的话可以考虑这一款 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 这应该是我用到他们家的产品 第二个非常喜欢的 第一个是杰弗衣 还有很重要的口罩一定要准备 出门不管有没有擦防晒 一定要戴上口罩 我这次是局部飞梭加强 两颊鼻头下巴 眼角巴额头巴 不管是全脸飞梭 还是局部飞梭 术后修复方法都一样 雷射丸当下会红肿 都是正常的现象 基本上会持续一到两天 第三天会开始形成夹皮 膚色转按 夹皮需要7到10天的脱落期 这段期间也是黄金修复期 要好好照顾伤口 夹皮脱落后可上淡妆 建议完全恢复后再上浓妆 每个人完全恢复的时间点不一样 我自己通常是14天2周以内 结痂期间请注意 手不要去抠结痂 不要用毛巾擦脸 改用卫生纸用按压的方式 不要时常摸脸 飞梭雷射后前三天用足够的水 或是生理食盐水清洁脸布 我用泼水的方式轻轻的洗脸 接着再用卫生纸按压干 如果诊索有开药膏 请依诊索使用指示进行 第二天跟第三天的保养方式一样 早上起床用足够的水 或是生理食盐水清洁脸部 轻轻的洗脸就好了 第二天起床感觉脸没那么红了 接着用卫生纸压干 接着擦上保湿修护的保养品加强保养 直接擦上艾斯德玛的顺效保湿精华液 因为里头有B5成分 帮助雷射后修复的效果非常的棒 不但加强保湿 还有B5的加持 所以我才选择这支来当做雷射后的保养品 这款擦起来吸收度好 不会黏黏闷闷的 连油性肌擦起来都很舒服 再来擦上艾斯德玛的 AI疏盐调理精华乳 帮助保湿锁水 因为前面擦了精华液 后续还是要用乳液来锁水 这款的保湿锁水度很棒 而且擦起来很舒服 不用特别担心 因为它是连敏感性肌肤都能用的 而且延展度好 不用涂很多就能推满全脸 除了做好保湿修护的保养之外 也要加强防晒的工作 防晒我选用的是艾斯德玛的 创新安护清爽防晒乳 SPF50 PA三个加 它延展度好 不用多量就能推全脸 而且温和又无润色 降低肌肤的负担 加上它是艾斯德玛的 用起来更安心 白天出门的话 除了擦上防晒 也要戴上口罩 这样就可以安心出门啦 晚上回到家 别忘了也要继续保养 因为有擦防晒 回到家还是要清洁 但因为还不能用截眼品 所以用很温和的艾斯德玛高效 潔肤卸妆水 代替清洁的步骤 使用的方式不能像平常一样用擦拭的 这很重要一定要记起来 把卸妆水倒在卫生纸上 不要用化妆棉 然后用轻轻按压的方式 按压全脸 重复两次就好了 那艾斯德玛的潔肤卸妆液 我从好几年前就开始用 它有分三款 每一款我都用过 而且我都非常的喜欢 如果我在看我的文章就知道 很常出现在我的文章里头 每一款加起来的话 是我用过最多卸妆产品的牌子 也是我囤过最多支卸妆产品的牌子 用到真的数不清了 这样就完成简单的清洁啦 这招很好用 一定要学起来 再来用煮过的水 或是生理食盐水清洁脸部 轻轻的洗脸就好了 用卫生纸压干 接着就可以擦上保养品啰 一样擦上艾斯德玛的顺效保湿精华液 加强修复保湿 再来擦上艾斯德玛的AI疏盐调理精华乳 帮助保湿锁水 这样就完成晚上的保养啦 接着来到第四天的早上 第四天之后就可以用温和的结盐品啰 我是用MZUTX的无油感毛孔浸透慕 它很方便挤出来就是慕斯 不用再多做起泡的动作 而且洗起来温和又保湿 选择它当作雷射后的结盐品 再适合也不过了 挤在手上之后抹在脸上轻轻的化圆 不用刻意的洗很大力 洗约60秒以内就可以冲掉了 第四天就可以用清水洗脸 洗完脸一样用卫生纸轻轻的按压干 接着一样擦艾斯德玛的顺效保湿精华液 再来上艾斯德玛的AI疏研调理精华乳 如果要出门的话一样要擦上防晒 防晒一样是擦上艾斯德玛的创新安护清爽防晒乳 擦完防晒就可以出门啦 来到了第四天的晚上 如果早上出门有擦防晒的话 回到家一样要用温和的卸妆液做清洁 最好是敏感肌肤也适用的 一样倒在卫生纸上轻轻的按压全脸 不要用擦拭的 我不管用了哪款卸妆产品 浴室都一定会放艾斯德玛的卸妆液 平常不外拍的话几乎不上妆 或者是只擦防晒或隔离霜 顶多气垫粉柄再加一点遮瑕 上淡妆的时候都会用 接着用MZUTX的无油感毛孔浸透慕 清洁洗脸 洗完脸记得还是要用卫生纸轻轻按压干 第四天之后的保养我加了一款加强的面膜 就是艾斯德玛的B5保湿凝胶面膜 跟大家说我这次真的选对面膜了 这款面膜第四天之后的恢复期间 我每天晚上都在用 它里面有附刮棒 先用刮棒挖出凝胶放在手上 再用手涂在脸上 不要用刮棒直接涂 敷个20-30分钟就可以洗掉了 洗掉之前先用手把多余的凝胶涂下来 不要用刮棒直接刮掉哦 因为肌肤还是在恢复期间 比较脆弱 要减少外界的摩擦刺激 这款面膜真的太好用了 敷完的肌肤很柔嫩 而且保湿又舒服 真的有加强保养的感觉 而且还是在打完飞梭之后的肌肤 真的很棒 好久没有敷到这么有感的凝胶面膜 推荐给大家 敷完凝胶面膜之后 可以直接擦上艾斯德玛的顺下保湿精华液 加强修复保湿 接着擦上艾斯德玛的AIF疏盐调理精华乳 帮助保湿锁水 这样就完成夜间的保养啦 第四天一直到夹皮脱落完的保养方式都一样 完全恢复后就正式解除警报 恢复正常的生活啦 虽然飞梭蕾色的修复其长 但是效果还不错 我觉得很值得 好啦 影片最后要跟大家说一下 飞梭蕾色后要注意的事情有哪些 外出的时候你一定要擦防晒 静止化妆棉擦拭脸部 食肤的话是可以的 静止擦刺激性成分的保养品 像是美白保养品 或是酸类保养品 或是含有酒精的保养品成分 那也不要去角质做苦酸换敷 或是擦A酸 还是去做脸都不要 然后避免高温的地方 像是高温日晒 不要泡温泉 然后伤温暖跟蒸汽湿都不要 烤箱也不要 游泳也不要 然后飞梭后 4到6周可以进行下一次飞梭蕾色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虽然说有点长 但是帮助不小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影片 喜欢我的影片 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喔 也别忘了加入我的脸书 这样就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啦